身上背着10公斤行囊 孩子们终于下山了 七嘴八舌兴奋难忘 这一群小六学生参加挑战营 到南投攀登荷欢山东风 过程中还得自己动手扎营 四天三夜行程超精实 但凌晨1点41分 这一场天摇地动 全台湾都被摇醒 但在海拔3000多公尺高山上的孩子们 却在状况外 以为是风吹 很摇 很摇哦 有没有人吓哭 没有啊 原来就只是当成风吹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都在睡觉了 乔德市当下讯号差 家长找不到人紧急发文 请大家帮忙 失身一共26人 在荷欢山上目前失联中 请大家帮忙祈祷 当下我有担心 可是他把这回报 其实他把这一切都平安 孩子们状况外 反倒是山下爸妈焦急的不得了 乔峰说可能是第一时间讯号差 爸妈太过紧张以为失联 幸好失身26人全属平安 也留下难忘回忆 记者亮文斌 韩日记彭彭新 云林报导 梦梦水 独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养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大约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